天父上帝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因为我们已经从上帝你领受了全病 我们可以呼叫你为我们阿爸天父 这样大的荣耀 这样大的恩典 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留学生所成就的 我们因为罪得到赦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 并且我们已经领受了你所私下的圣灵 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现今圣灵继续引导帮助 带领奔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 我们感谢主 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 需要圣灵的充满 以致我们满有天上的力量 在这个地上活着 见证荣耀你的名 师父我们以下一期的学习 愿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建立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与我们一起同心感谢祷告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好 今天我们的第一讲呢 就是我们可以从整个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他们是现今世界的焦点跟中心 那我就把这个一系列 我是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 整个以色列国是现今世界的焦点和中心 那今天的第一讲呢 我们是要从主耶稣的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显现 来看这个在末期的时候 因为启示录是末期的书嘛 耶稣就是 就是耶稣要从天降临来的这个导航 那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是整个世界的这个焦点 那第二呢 我们会回顾 从三个世纪 二十世纪 以色列在灭亡 灭国 整一千九百年之后 再重新复国 这个的属灵意义跟启发是什么 然后这个小小的国家 在以色列 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但是呢 他们在整个世界的国际地位又是怎么样 我们会探讨这个问题 然后第四呢 也会看到 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都是跟 主要是跟以色列人为敌的 那我们看现今的关系又如何 我们会来看 第五呢 我们会看在末期 耶稣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归族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的整个进程 以致我们在宣教 对犹太人的宣教的策略上 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给予我们的启发 第六呢 这些以色列人归族的 这些基督徒 他们最终扮演的整个的宣教的角色又是什么 我们也要来看他们 我们对外邦人归族的第六图 以色列人归族的第六图 现在主要大部分信主的都是外邦人 以色列人的少部分 那信主的少部分 那最终上帝要用他们 因为他们是最后进来的 所以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归族 要犹太人归族的话 如果你是从外邦人的角度做宣教 这一方面呢 这个机会不高 我的意思是说 外邦人重新把福音带给以色列人 这种的策略方式呢 带领他们归族是蛮艰难的 但是从信主的以色列人角度 来跟他们传福音 以色列信主的以色列人 向以色列传福音 他们信主的机会就比较高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在启述里面会看到 上帝最后末期还是要用以色列人 带领他们的民族来归向主 然后最后呢 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呢 以色列人这个地方 就要扮演什么这个角色 就是我们会一系列来看 这些都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代 亲自的看到 这个上帝在这些 以色列人中间 他们整个的进程 怎么样带领他们来归向 今天的第一讲呢 就是从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显现 来给大家看 那如果你看我过去对教启述录第一章的时候 我以前是用这一档的图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图 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看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一堂我最近找到的 看到这个比较贴切 形容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十到十六节 好那我就把这一段先读出来给大家看 你就会慢慢明白过来 那整个的这个 这一段的耶稣的启示里面呢 看到这个金灯台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到十六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 如吹号说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 达以弗所 是没哪 别加魔 推啊推拉 杀敌 非拉铁非 老底加 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直垂道脚 胸间束作金带 他的头一发揭摆 把如摆羊毛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中雪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气心 从他口中吐出两嫩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发光 那这个图呢 他把每一个灯呢 就放在好像七个不同的灯这样 其实真正的这个金灯台是这样子的 是赞助的 只有一个 然后有冒出七个灯台 他的脚只有一个 这个是这个金灯台 所以我说这个图呢 就比较能够表现出 显现这个 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到十六节 然后我们看下来 这里 约翰就 你看约翰在这里说 约翰他转 有一个声音 好像缺了声音跟他讲话 让他写 给七个教会 然后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要看谁我发生 以我说话 就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然后这个金灯台 这里马上 你看 在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束作金带 好 我们就看这个金灯台 他一看的时候 他讲七个教会 是 但是他转过来看的时候 没有看到教会 看到灯台 那灯台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要先从一个犹太人 因为约翰是犹太人 他不是外邦 他是犹太人 他从小就受训的 关于这个以色列人的金灯台 是怎么样 他是 他整个的这个思想呢 那我们要从犹太人的角度 来看这个金灯台的属灵意义 然后第二呢 耶稣站在这个金灯台中间 又是什么 然后接下去 我们来看以色列国 现今的世界的中心跟焦点 那这个金灯台 刚才我给你看了 就是他这个是只有一个角 然后从你看 比如说我们从旧约里面 上帝怎么样吩咐摩西 他在这个 《出埃及记》第25章 31到40节里面 这个金灯台呢 这个金灯台 它是只有七 因为它有七个 这个可以点燃的 如果你看这个金灯台 它怎么样做呢 它说要用金金 31节说 要用金金 所以整个金灯台呢 是金金做的 是金做的 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 灯台的座位 只有额干 并以被求花 都要连 就是要连 借连一块锤出来 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 你看到吗 那个枝子出来 从一个有六个枝子出来 这旁有三个 那旁有三个 你看到吗 它就成为了七个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七个金灯台的 这个模样 跟之前我们看的 这个是有不一样的 这个是给我们比较容易看 那真正的这个金灯台 是这样子的 这旁 它说 每次上有三个杯 看到没有杯 这个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 那旁 每次上有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 你看那个 你要看的 好像一个杏花 有球有花 从灯台插出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 接下去 灯台上有四个杯 形状像杏花 有球有花 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 有球以这个枝子连接一块 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都连接一块 都是一块晶晶垂出来的 要做灯台的七个灯 七个灯掌 其实要点着灯 使灯光对照 看到吗 然后灯台的这个蜡简 这个荷蜡花盘 也是精精的 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区域 都要用精精一他连得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是照着在山上指示 你的样式 所以这个整个 他把每一个细节 都把它形容的 摩西领受这个做金灯台 所以这个灯台 他照做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灯台呢 如果你看在这个整个的会幕里面 这个会幕里面有分成这个外宴 这个外宴里面 接下来这个圣索 然后就制圣索 看到吗 如果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 会幕的图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 在这个圣索里面 有这个烧箱 这个座 就是这些就是好像祷告这样 另外有七个金灯台在这里 还有这个座呢 是放这个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面包啊 就是那个 橙色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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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母 好 那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里呢 这个制圣索 这个七个金灯台呢 它是照亮基本上 整个的这个圣索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七个金灯台 那这个金灯台呢 代表什么呢 是七 是代表完整 代表整个以色列国 七是代表一个 一个整整整权的数字 不是 不是只是 这个 这个祭司或者大祭司 或者立位人 只是做代表 他不是 他整个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要做什么呢 他们是世界的光 世界的光跟灯台 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 这个被上帝卷选的 以色列这个国呢 要成为世界的光跟灯台 那如果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说看到现在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的符号 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国旗呢 是大卫的新 大卫的新 那你说 早期的时候 如果你这里从这个 One for Israel的这个资料里面找到 他说如果你看看以色列古建筑和考古发现 你会注意到灯台的象征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几千年来 它是以色列人民的象征 看到吗 早在大卫星之前 当时的历史学家 特别是以色列人 在祖国的七十年被灭国之后呢 就整个国家没有了 但是他们一直保存 他们无论他们到哪里都好 你看到这以色列考古或者是考古发现 一直会注意到以色列人 把这个金灯台作为他们整个的象征 那你看现今的这个大卫之心 从这个大卫之心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那如果这个我是从Wikipedia里面找到 找之后呢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开始用这个大卫之心 那我们都知道大卫 耶稣是从大卫后 他们认为大卫之心也是可以做他们的代表 所以这个符号呢 就在十七世纪就开始慢慢被应用 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 在这个符号开始在东欧 因为犹太人移民到别的国家 包括东欧 犹太世纪中就开始慢慢广泛 最终被用来代表犹太人的身份跟宗教 所以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 所以你会看到过去一千 几千年来从摩西时代 到耶稣的时代都过了一千五百年 从这个耶稣的时代 到这个十九世纪又过了一千九 所以大概三四千年 他们用的符号呢 不是这个大卫之心 他们用的符号呢 就是这个金灯台 你看到没有 所以金灯台但是代表 他们是世界的光 所以后来呢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犹太人那个时候 复国 这个我们会下一次谈 这个以色列复国的事情 在一百九七年的犹太人的 这个复国会议上呢 他们就采用了大卫之心 所以大卫之心是最近 这一百多年来比较用的 这个符号 之前呢 从摩西开始到这个十九世纪呢 大概三千多年呢 他们用的都是这个七个金灯台 做以色列的代表 所以以色列呢 你要你想象他们 金灯台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所以当约翰当时 约翰在耶稣时代的时候 他已经看了这金灯台 看了一千五百年了 意思就是说已经过了 五千五百年 到他们的时候 约翰第一个印象 不是教会的你知道吗 他第一个印象 虽然他在带领教会 但是他的那个脑袋里面呢 他是犹太人嘛 他这种犹太的这种的 我们讲说这种的 这个identity呢 他一定会联想到 这个他一想到金灯台 就马上想到圣殿里面 圣索里面那个七个金灯台 所以这个大卫执行 最近早期的这个 以色列的代表呢 你看啊这里 这个是一个国旗 他们就过去 他们用这个 他们的国旗不是大卫执行 他们如果有用的话 因为以色列 他们已经灭国了 但是他们总是心中的 他们的国呢 就是那个七个金灯台做代表 不是这个 这个是最近罢了的 很多人不明白啊 这个 这个是最近罢了的 所以我们看 当约翰 耶稣说 他说你要写给七个教会 OK 这个很自然的 因为这个当时的 这个约翰 他曾经在这个小亚西亚 牧养过这七个教会 他寻回走 特别是在乙夫所 他在那里呢 所以他第一个 OK 教会 他马上崇拜 就要看到教会 他发现呢 他看到的不是七个教会 他看到是七个金灯台 他第一个 怎么耶稣 讲七个教会 现在七个金灯台 因为他 金灯台当时不代表教会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时候 还对当时的人呢 代表的是那个语啊 你知道吗 他们叫一个语 代表教会的是一个语 这样 那灯台还不是 是后期才是 后来解释后才明白 所以你要看第一个 这个 一汉转过神来 看到的 没有看到七个教会 当然后来 我们叫耶稣 说这个七个金灯台 也是七个教会 所以你就知道 在一汉的观念里面 如果他是教会的话 七个金灯台 是七个教会 耶稣就不用警示 明白我 等一下我给你看 所以转过神来的时候 他就看到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 称穿长衣 直吹道脚 胸间出了金灯 他知道这个一定是耶稣的 所以转过神来的时候 所以你要看 这个后来 耶稣显现 这个让耶稣看到之后呢 在耶稣就付讨戴 就好像死了的人一样 然后耶稣就在 继续跟他讲话 然后第一章二十节说 轮到你所看见 我手中的七星 也有看到七星 就是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事的 七星灯台就七个教会 那如果约翰 第一个时间 直到七个金灯台 代表教会的话 耶稣在这里就不用解释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耶稣要说 七个金灯台 好像约翰不知道 这个金灯台代表教会 耶稣是金灯台 首先是代表以色列人 第二才代表教会 后来慢慢 我们都知道 耶稣说你是世界的官 所以我们就慢慢就引申出来 不过在这个转 这个从这个 以色列的七个金灯台 慢慢转到教会里面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首先要注意的 就是指着以色列国 所以耶稣在末期的时候 我想对约翰来讲说 当他看到这个七个金灯台的时候 他心底是那种白般的一种 教就是那种的 我们讲说那种的 心中那种的心情 因为当约翰领受 这个异乡的时候 他们的国已经灭了 圣殿也不存在了 以色列国也不存在了 但他心中的那一盏灯 因为他们过去都用 这个金灯台 师父好像没有了 但是还活在他们的心中 耶稣在这个时候 他走过来看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 他师父看到一个盼望 你还记得吗 在耶稣升天之前 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 当时的门徒问说 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 他们还是非常关心 这个以色列国 当时受罗马帝国的欺议 什么时候他们可以脱离 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 耶稣说这个时间 则定的你们不知道 他现在要把焦点的放在 耶稣要把圣灵给他们 要开始传灰 当你知道那个时候 祖后的大概30年 到祖后90年 过了60年后 特别是祖后70年 这个以色列国灭 离路上被毁 圣殿被毁之后 灯台已经不知道 去到哪里了 那现在一汉看到 这个金灯台的时候 就他从燃起这种 哇原来 接下来看到的时候 他才看到耶稣 耶稣在七个金灯台 原来耶稣没有忘记 以色列国 你第一个想法的 一定要知道 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 耶稣站在以色列国中间 他没有忘记 之前60年前 他们问 你赴以色列国 是什么时候 耶稣没有忘记 以色列国是要复活的 所以耶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很感动的 我觉得 现在的耶稣是 他不是站在教会 他因为对耶稣 我一直在强调 对耶稣来讲 金灯台就是以色列国 就是以色列国 他们心中的 以色列国已经灭了 现在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 中间 意思就是说 耶稣还是以色列国同在 耶稣还是 最初我们看到 耶稣是要领导以色列国 因为如果你看 启示录第十九章 耶稣要从天降临 在地上做王的话 那以色列国必须要复国 才有机会做王 对不对 就是以色列国要存在 后期我们看到 整个基督教 在这个以色列史里面 1900年是很长的 你知道吗 对于一个国灭 但是这个下一次 我们会谈 这个有关以色列的复国 是一个神迹来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迹 所以耶稣跟以色列人同在 那耶稣看到 就让一样看到 以色列有一天 是要复国的 其实早在马太福音 第24章的时候 你去看三个多节 那讲 刚刚乌阿国树 刚乌阿国树 代表以色列国 长嫩牙的时候 长嫩牙的时候 之前他讲以色列国要灭 他要长嫩牙的时候 你就知道人子进 所以以色列国 在耶稣的看见的金灯台里面 知道是指着以色列 所以耶稣首先 他在整个末期的过程中间 他一方面要带领 以色列人归向主 另一方面 他也要带领教会 那如果你看 我在这个启示录解经过程里面 我们都一直看到教会 没有错 我不要否认 这个教会在末期 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同时间 我们要注意以色列国 这个是过去的神学家里面 你如果你看 因为以色列 你看马丁路德 他们很多人 神学 我们现在的神学观念 要做一些的整合 我自己在神学院 接受的神学装备 是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 那个是 这个整个基督教的历史精神 你可以想象 他们一直看以色列都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整个神学的 整个的演变过程里面 当然会把以色列国排除在外 他们不存在了 现在已经整个已经代表 教会取代以色列了 但是呢 从来没有想过 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教会就开始 重新要做一些修转 我这些神学里面 在解读启示的时候 我都有做一些改变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我们不用怕 有一些神学上需要做调整的时候 需要调整 因为一切 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 复国的时候 对教会来讲 在解读方面呢 就需要做调整的 好 那接下去我们看 刚才我们看 先讲了 这个耶稣 必然看到金灯台 然后看到耶稣 站在金灯台的属灵的意义 那我们刚才也就提到 在旧月里面 你去看这个 应该在立位记里面提到 这个祭司的每一天早上 要进到这个圣所 他要去点燃这个 就是他要去就是填油 然后修剪那些 那个灯火会灭的 会容易灭的 然后都要进去 每天早上进去吃 然后傍晚进去吃 早晚就是 就一天两吃 确保呢 这个在圣所里面的 七个金灯台的光 一直发 不要不能停 因为他们就是 这个世界的光 不可以停的 唯一不会停的 这个光呢 就在这个圣所里面的 七个金灯台 所以祭司要做这一点 确保这个光继续发 然后现在 我现在找另外一个图画 给你看 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他站在这个金灯台 都给我们看嘛 对吗 站在那边的时候 耶稣就好像这个祭司这样 耶稣是大祭司嘛 他的身份 他可以点燃这个灯 这个灯里面 去修剪 耶稣要重新让以色列国 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光 你看到吗 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显现 以前的祭司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耶稣代表 他是大祭司 他就这个点燃 这个金灯台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看启示录第2章 第1节的时候 耶稣呢 这里 开始 一旦 看见 七个不同教会 所以你看到 现在才开始介绍这个教会 之前 这个整个显现的过程里面呢 主要是 跟 你来看到 这个 以色列国 上帝 主耶稣要 使这个以色列国 重新成为世界的光 然后接下来呢 耶稣不单 站在七个金灯台 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行走 意思就是说 他在行动 他要行动 他要使以色列人 成为世界的光 同时 他也要使这个教会 也是世界的光 然后这个 以色列人 重新 复国起来 他继续在这个世界 存在 成为光的一个见证 当我们看到 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神的手在他们中间 所以他们的这个 盼望 重新再被点燃起来 然后他们在成为 这个世界上 我们讲说 继续不断地 给予这个世界的 一个贡献 如果你看 短短的70多年里面呢 犹太人呢 世界各地犹太人 对整个世界的贡献 特别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说 从人口的角度比例 拿过这个联合国的 这一些的和平奖 这些什么奖 怎么奖 以色列人呢 是占最多的 所以他们对世界的贡献 现在以色列 我去过以色列 七年前的时候 我们去看那些 他以色列地 从一个荒野之地 变成一个出产农业之 农业 他们等于 以色列管的地呢 就是绿绿的 你会看到 完全是一个 上帝祝福的一个地方 来的 所以耶稣站在七个金灵台 中间行走 就是他要行 行走的意思 他在站 就站住 站住 好像不动 行走 就是意思 就是说 他要执行任务 所以他一方面 在以色列人中间 同时也在带领外邦人 因为耶稣第一次来 是被他们拒绝 然后最后第二次 耶稣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迎接耶稣 所以耶稣在这个过程中间 要以以色列人归族 好 接下来第三 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们这个 为什么成为世界的中心跟焦点 这个图案呢 我就找的时候 觉得很有意思 我就把它找出来 这个古代用的 中间呢 也这个欧洲 亚洲 非洲 中间这里 是以色列 这个呢 以色列成为这个世界的焦点呢 很多方面 好的 从不好的角度来看 也很多方面 那如果你看 在联合国 联合国呢 在过去以色列立国之后的 70多年呢 对以色列人呢 谴责的议案呢 超过220多个 我去查 Wikipedia的时候 没有记错 225个 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国家 要责 就是谴责 这个以色列国呢 是联合国 大概有整200个国家组成的 以色列占是最多 而且是超多 不是最多 还特别多 单单在2020年的时候 联合国提出的这些议案呢 就是 23个议案里面呢 其中 17个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 另外呢 以色列就拿了17个 23个resolution 这个议案里面呢 其他的国家 190个国家里面 只有6个 议案是对着他们 但是对以色列一个小国呢 已经超了17个 另外呢 去年的 2021年呢 这个 UN就是联合国 发了14个 Anti-Israeli Resolution呢 所以一共 在去年 有18个议案里面呢 只有4个是针对其他的国家 14个是针对以色列人 所以你会看到每一年呢 以色列人都要面对 这个整个 整个世界的 他们就成为 联合国的焦点了 联合国讨论最多的东西呢 不是别的国家 是以色列国 所以你会看到他 就在整个以色列的议案 就联合国议案里面呢 以色列 如果你看18 18个议案里面呢 有14个是以色列 这占多少 这么占80% 你说以色列人 是不是世界的中心跟焦点 连美国都不在这里 美国 整个 这个焦点在哪里 在以色列 这个图也是 我觉得 很好 我就 以色列 耶路撒冷中心在这里 就是整个 这个焦点 如果你看 这个图也是 以色列 这个 整个世界的焦点 我们中国呢 中国就把 希望把中国当作世界的焦点 所以 为什么叫中 全世界 中点的地方 就是国 就是中国 现在叫中国 但是 中国不是 全世界的焦点 以色列才是 这个呢 如果你看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看到这个图案里面呢 这个 埃及 接下来是欧洲 亚 这个 他竞选的一个宣言 就是要 正式承认 以色列的首都 就是 耶路撒冷 其实呢 在1994年的时候 在克林顿时代的时候 他们已经 国会已经通过了 就是 这个 耶路撒冷是 以色列人的 这个 首都 但是 他们就 不愿意把 在 特拉夫的 这个 商业中心 商业中心通常都 没有大使馆的 商业中心就是 做生意嘛 大使馆就是在 这个耶路撒冷 但是 所有国家的 这个大使馆 不在耶路撒冷 是在 特拉夫那里的 所以 美国当时也是 在特拉夫 美国总统 1994年 克林顿时代 通过之后呢 他们不敢把 这个 他们的 大使馆 从特拉夫 移到 这个 耶路撒冷 川普进行的时候 我要移 我要把 特拉夫的大使馆 移到 耶路撒冷 所以他真的做到 就在 2017年的时候 也就是 这个 以色列立国的时候 大概 70年的时候 这个 美国大使馆 就在 耶路撒冷 设立起来 那 还有一些的 国家 大概 目前我看 应该有十几 二十个吧 在 占整个 世界的 这些国家 可能 百分之十 就是把 他们的 大使馆 移到 耶路撒冷 所以在 整个 以色列 这以色列国 整个 以色列国的 这个 核心的 冲突 不在 以色列别的地方 就在 耶路撒冷 你看到 很多冲突里面 他们要攻的 要打的 就在 耶路撒冷 也算 就成为了 以色列国里面 最核心的 核心 以色列国 已经是 中心点了 但是真正的 核心是在 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到 耶路撒冷 旁边这个 圣殿山 站着 这个 回教堂 在这边 所以 这个是 什么时候 以色列人 要动用 这个圣殿山 来建 他们 第三个 圣殿 我相信 不会太紧 这个 当 2017年 川普 正式宣布 以色列人 要 就是 要真正 把 美国的 大使馆 移到 这个 耶稣 撒冷 的时候 当时 联合国 就开始 投票了 他们反对 反对的 当中 多少呢 你看到 这里说 就是 有128个 是反对的 只有9个 没有反对 另外28个 就 弃前 所以你会看到 占 百分之 大概 可能90吧 8到90 是反对 这个 美国 迁移 这个首都 就是 大使 就正式 公开承认 这个 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人的首币 那 这个 耶路撒冷 成为 以色列人 的一个核心呢 如果你在 回去读 旧约历史的时候 整本圣经 里面提到 耶路撒冷 说 大概 八百多次 是 圣经里面的地名 最多 多得不得了的 这个地方 名字 就是 耶路撒冷 八百多次 所以这个 在 撒加利亚呢 上帝已经 透过 撒加利亚 先进 运缘了 耶路撒冷 就是成为 整个 世界 冲突的 中心 来的 那日 我必 使耶路撒冷 像 聚集攻击 他的万民 所以万民 来到以色列 不是去别的地方 就他们的 焦点 是在 耶路撒冷 万民 来攻击 以色列 我必使 耶路撒冷 像 谁呢 积极攻击 他的万民 当最快 重石头 凡击起的 必受重伤 你看到吗 就这个 任何人 来怎么样 对待 这个 耶路撒冷 的时候 上帝就怎么样 对待他 就简单 所以你会看到 整个的 这个 以色列 是整个世界的 焦点 特别以耶路撒冷 为止 那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 也没有理论 这个是很大件事情 这是什么事呢 刚刚在 上个 就是 这个是 5月17号 也是大概 一个星期多前 以色列人呢 正式 这个军员 这是他的军员 叫做 Cherries of Fire 你记得 Cherries of Fire 是什么 火车火马 就是那 以利亚升天 的时候 他这个代号 这个整个 一个月 从5月17号 到6月中 的时候 一个月 他们呢 动用了整个 全国的 军力 海军 空军 陆军 情报部门 还有 人民 他们正在 所以现在是 26号 他们正在 议演 这个 有关 他们这个 议演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要 攻打 伊朗 他们准备 在这个 议演过程中间 要攻打伊朗 你说为什么要 攻打伊朗 这个是他们的 这个国防部长 就是 Bennis 这个Gaze 他也是 这个应该是 这个国防部长 一个多礼拜前 他这里 我就从 这个 就是 Gaz TV Gaz TV 这位Gaz TV 的一个报导 里面 我就把它 这个英文版 我把它翻成中文 用 我这里说 周二 以色列国防军 发动了 战车火力 这个 这是一项 维其四周的 军事演绩 模拟 对 陆 海空 和网络空间 等多线作战的攻击 以色列武装部门的 每一个部门 陆军 海军 空军 和军事情报部门 都参与其中 所有这一切 将在军队和警察部 继续 叫做 破波行动 以打击 当前恐怖 袭击 事件的同时 进行 这袭击 事件至今 已造成 至少 18人死亡 没有一个单位 不参与 这个 演戏 这个 以色列的国防部 发言人准将 塞科哈夫说 为期一个月的战争模拟 原本 计划在 2021年 5月进行的 当时 加沙哈瓦是发生的 真正战争时 扮演 角色 变成了事实 在这里 他没有特地 针对 这个伊朗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们 他只是讲 因为最近这几个礼拜 以色列他们就是 受这些 巴勒斯坦人的攻击 用刀 用石头 用什么 就是 前后已经杀害了 18个人 但是他背后里面 真正的 要 他的对象 不是巴勒斯坦人 不是这个哈马斯 他真正的对象 是哪里 是伊朗 那为什么说伊朗呢 这个我们 就会 在接下去几堂里面 会陆陆续续 因为我们谈到周边的国家的时候 特别是以伊朗为首的 现在伊朗呢 跟美国谈判的 核子武器的这个问题呢 还没有真正一个结果 但是以色列情报里面 已经知道 在这几周里面 他们已经可以研究出 至少一粒 原子弹这个威力 那你就知道 伊朗呢 伊朗呢 他们就是 他们的国家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一个目的 就是要毁灭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人是最怕 他们 就是拿到这种 撒伤系武器这么大的 他们不怕火箭炮 还有其他的 这种军事的 这些的攻击 最怕的那一粒 原子弹出现的时候 之后演变成 那个核子武器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 吃不了这一粒呢 那为什么呢 他们现在在做的时候呢 他灵验现在 先发制人 他这一个月的联系呢 他们是要去打击 在伊朗研究 核子武器的设施 因为美国一直迟迟没有定案 他们一直已经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已经不能等了 他已经通知了美国 我们要先发声 我们要去攻击他们的核设施 所以这一个月演戏的中心的目的 就是要打击 这个伊朗的核设施 那如果没有 没有任何意外的话 他们就去打了 如果在这个一个月里面 美国没有任何的动作 或者是伊朗还继续发的话 那他们的 他们的预算呢 就是他攻打 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之后呢 伊朗呢 在北部的利巴鲁呢 在东部的这个叙利亚 在哈马斯啊 这个加沙地带等啊 很多这些伊朗的代理人呢 他们会发动火箭炮的攻击 从四面八方来 所以他们现在一眼呢 就是要防这个 因为伊朗的核设施 被攻击之后呢 伊朗不会坐在那边 没有事情做的 他们一定会 从各个的 他们的这些的代理人呢 来发动火箭炮的攻击 甚至他们也可以从伊朗发射 任何的一些 可以到以色列地的 所以他们现在的 这个演戏呢 是围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再 在注意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如果伊朗还去朝向 发展那一粒原子弹 核子武器的话呢 那以色列就要先发展 要攻击那个设施 他认为说 以其等到他们制造 那个核子武器 或者这个原子弹之后呢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如果制造之后 他一定要用在 以色列人身上的 他不管了 那以色列就付上的代价 肯定比现在 他们如果先发制人 肯定会受到伊朗 从市面发放的 这些他的同谋来攻击 但是呢 这个的攻击相对 比那粒原子弹来的小 所以他们已经 我们讲说 calculation 在算的时候 觉得应该先发制人 他已经通知美国了 已经告诉美国 他们要这样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现在的 很紧张的事情 你可能没有留意这些东西 所以 这个是英文版 看到我翻译出来的 最后呢 来到这个 耶稣讲的一句话 刚才我们说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最后一周 来到耶路撒冷 他知道耶路撒冷 他已经遇远了 在耶路撒冷 他已经告诉门徒 圣殿要被毁 耶路撒冷怎么样 耶路撒冷的地位呢 是要被毁掉的 你看啊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你尝试还先知 用石头打死那碰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 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长 留给你们 看到没有 就讲到他已经 之前已经告诉门徒了 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圣殿会被毁 现在就讲到耶路撒冷会被毁 耶路撒冷被毁 就以色列被毁 他已经遇远了 但是接下来呢 因为他们不接纳他们 当时接纳的这些 耶稣为以赛来的人 少之又少 在以色列里 但是呢接下来39节这个预言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承受的 所以这句话呢 奉主明来的 只等到你们说 这个你们就是 coming generation future generation呢 会欢迎耶稣来 就是会 就是犹太人的 以色列人的 他们会欢迎耶稣来 所以他们会欢迎 意思他们信主才会欢迎他来 不信主怎么欢迎他呢 信主 所以这里就看到 这里已经耶稣 把教典放在以色列人身上 是因为最终 引导以色列人归族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 刚才对照 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一样总过是 看到金灯塔 他不是看到七个教会 显现给他看小西亚 那七个教会 没有他看到金灯塔 他看到就是说 他本身以色列国的一个象征 所以感谢主 我们看到 主耶稣 他已经 在这个时代 已经 要让以色列人 重返这个世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 1948年 在更早之前 19世纪 发动的 这个 以色列复国 那 为什么会复国呢 什么 什么促成 这个复国呢 这个这个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下回分析 这个其中一个 以色列复国 也是 就位里面先知 也预言过 那 以色列必须要复国 因为当 当这个 乌阿果树 耶稣讲的 叫 掌嫩牙的时候 就他所指的是以色列 所以我们下回会继续分析 更多的时间分析 这个以色列复国的事情 在整个扮演的 以色列复国之后 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当时的 在以色列地信主的 只有30个基督徒 就是犹太人 就 就30个 然后 然后 现在经过70多年 有多少个呢 我们下回会分析 已经是 数目虽然还是少 但是 远远超过 几百倍 所以 你又看到 特别是后期 这50年 最近 70年代之后 这个以色列人 归组的速度 就相对 就 就加倍的 就相对 倍增的 那样的情况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 然后我们会讲解 这个One for Israel 是现在是唯一一个 犹太人 像犹太人传福音的机构 而且是在以色列地 这个神迹在90年代 这个我也会分享 这个 这些我都会把它 一个一个把它分析出来 让你看到上帝 耶稣怎么样带领色列 立国之后 少有的一些 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 犹太人归组的人 到现在 到有这个神学院 到有这个机构 你就知道 而到现在呢 用这个网纪网络 以前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 他们要去这个 这个Sinical 会堂 现在不用会堂了 因为会堂的拉比呢 全部都是来反对基督教的 就反对耶稣的 所以他们进不了 他们中间 但是感谢主 90年代兴起的 这个网纪网络 现在他们用 网纪网络 打进以色列 而且以色列呢 这个国家呢 是一定用 网纪网络 是最多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就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是美国 或者别的地方 以色列是 网纪网络国家来的 他们人民 我没有听说到 他的用的那个数字 是超过世界人民的一倍 好像 如果你每天用五个小时 他们用十个小时 所以你会看到 所以现在这个 我会讲 网纪网络 这个整个 犹太人像 犹太人传福音 在以色列地 不是在海外 有些好多机构 是在外面 在世界各地 但是 在以色列地的 这个以色列人 将以色列人传福音 这个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个 已经在做 已经做了30年了 你会看到 他的速度 随着网纪网络的 这个增加之后 向以色列人 每一个家的传福音 是直接到他的家里面 不用经过会堂 因为会堂里面 他们就拦阻 这个以色列人 犹太人归族的事情 感谢主 所以总的来说 今天从这个 启示录 第一章 十到十六节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主耶稣 站着七个金灯台 的第一 就是站在 以色列人中间 这下题 还是站在 教会中间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 现今 耶稣代理 以色列国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以色列 在整个世界 继续成为 这个整个的 中心跟教育 感谢主 好 我们做一个 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这个时刻 宣告 你给我们 所领受 这些的 智慧 主啊 我们需要 继续不断 去消化 很多时候 在这个时代 教会 没有这种 属灵的眼光 看不见 这个以色列人 在整个 这个传福音的过程 中间 他们 在怎么样的 角色上 我们感谢主 透过启示录 透过圣经里面 给我们一个导航 直到接下去 我们要从 你自己的 坏里面 我们愿意 根据 启示录 圣经里面 这个策略 来引导 以色列来回向主 感谢主 荣耀 归给主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